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74ETV 我是主播张君涵 以下为您带来本期新闻提要 11月9号下午5点多 于嘉一县六角乡台十九县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附近居民探讨事发原因 警方也在评估量或因素后 采取防范行动 道路养护相关单位 在事发十日后进行现场勘察 团队进一步探讨改善方针 期盼于地方政府攜手 创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者现在位于嘉一县六角乡台十九县73.1公里处 在11月9号的下午5点多 这边曾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一名黄信骑士撞上路旁正要上拖板车的许信司机 黄信骑士往左侧倾倒 遭后方两辆轿车碾过身亡 路灯它都是只有一边而已 另外一边没有像晚上就是一到傍晚车速又快 然后又下班 车子很多啊 然后又没有机车到 而且这边常常发生车祸 像之前学生也被车子撞倒很严重 或是在路口 那边常常有那个阿伯阿姨 然后车祸跟代表或是信议员这样 对啊 但是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处理这件事情 为了避免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警方分析事故原因并采取行动 我们归咎这个车祸发生的原因 主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天色昏暗 然后路灯不足 第二个就是那个大车 它没有紧靠道路边缘停车 再来就是那个地方经过车辆 它车速可能有比较快 那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 除了加强真派警力去守望之后 我们还有增加车速照相的请务 希望说那个驾驶能够减缓车速 然后减少车祸发生 嘉义县水上公务段为负责台十九县 养护工程的机构 团队于事发时日后进行现场勘查 经过专业评估后 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目标 台十九县当初在透宽的时候 公路总局都是依照相关的规范 下去做建制 那由于这几年我们政府 大力在推动整个光电的一个政策 节能减碳 所以地方政府都将原本的纳气灯泡 250毫的纳气灯给改换成为LED的灯泡 那在省电上会有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那可是是不是他们在做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 造成整个照度的影响 或是有关灯泡的一个衰减的部分 那这个都还要再探讨 那工总就在一个公路主管机关的一个立场 我们还是会配合整个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他们如果有相关的 需要协助的一个部分 他们可以提出行政协助 大家共同来把这些问题先做一个厘清 那如果需要经费改善 我们再来共同来想办法 来争取经费来做一个改善 事故发生后 后续的检讨需要全民共同监督 了解事发主因并加以改善 才能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 避免汗事再度发生 记者黄宇杰 吴成军 嘉义线报导 大家还记得宏吉一时的嘉义部 在正好美里的3D彩绘村吗 现在的游客较往日的数量明显减少 而在好美里附近的保安林 因为受到风灾的影响 意外形成一片与阿里山上十分相似的水样森林 此时的好美里能够同时欣赏到 人文艺术和自然奇景 是一个假日放松散步的好去处 三二一 高级官布地上好美里的3D彩绘村 没去摁到这么多UK来做好 甚至那一个商品也要摆几个困境的堆 不过时间来到二零二零年的咖喱 路上的车没过去那么多 站在彩绘村里面前 拿到最大的UK也没有以前的幸福 3D彩绘村等到新生的时候 住在这里的人过年要回来 你知道说从新温回来到好美里 要塞车两个小时 因为这个景点已经差不多有三四年了 还没有意图在推展新的化风 所以感觉真的人比较少 在这三地彩绘村围乘的地方 有一片口气的梦梦红 站在这水里面 水里面穿到柱外的桌子 咖喱山顶团有名的水用心灵 有几分的秀行 为某地好美里增加新的观光景点 尤其是每天的黄昏的时候 我们家的婚纱拍照 还是说看夕阳 对公帝的旅游 提供非常棒的一个秘密 秘密的景点 这个所在的林地 在变作水用心灵的经济意境 是隆委会变列的 一旧理控和保安林 会让变作保安林的桌子 都是一个以后为害到公共利益 有一定程度影响的桌子 所以在整个月做观光景点以前 需要尽做熟客 不要破坏原本保安林有的公领 它最主要就是灰沙皇族保安林 它最主要是保护豪梅里的村落 尤其是在冬天 冬天气候非常大 里面的生态我们维护好的话 在经过我们刚才我所讲的一些开构主体 然后一些步道的开设 保安林它的功效也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一个宣传 所以说这些提供当地居民或是游客 来到这边来亲近保安林 知道保安林的重要性 不用买到去深山 就能享受深密的水庸心灵 配到附近的三地彩虎村 自己去保护的地方 好比你去土 可以享受人文的艺术 跟自然基金 不过因为这个地方的厨是因为极水变成的 极水的对着时间消贴 想要享受由于水庸心灵就要把压时间过去 从这一步咱们拍赴林伟红 自己报答 国立中正大学目前有38个跨领域学分学成 每学期平均申请人数约为420人 占全校学生比例4%左右 针对联三学年无人拿到证书的部分 跨领域学分学成 校方将实施退场机制 希望能够借此维持教学品质 校方也预计在明年度开设说明会 宣传跨领域学分学成 跨领域学分学成 统整两个或以上科系的课程 相对于双主修与辅系 所需的学分较少 也不需要申请放弃修读 因此较为弹性 而国立中正大学目前有38个跨领域学分学成 希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跨领域整合能力 我全部修了三个跨领域 因为我是先选课 选完凑到才去申请学成 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学成它可以帮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整合起来 告诉我它可以用在哪个领域 因为有同学是先修读课程 再申请跨领域学分学成 所以无法真实反映实际修读人数 学成开课单位也无法向学生征读意见 人数并没有增加反而是有减少的情形 可是如果是拿说 有拿到那个跨领域学成证书的人数来讲的话 人数是慢慢有上升 自109学年度起 若某一学成连续三学年没有学生得到证书 将停止办理该学成 但先前修读的学生依旧能够拿到证书 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保障学生的权益 但是并没有解决跨领域宣传不足的问题 那么同学与校方对此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有一堂课就是那个学成的必修 可是他已经三四年都没有人申请 所以我去修以后突然让助教手忙脚乱的 课程设计的流程会变得很匆忙 所以可能就是那个学成如果太久了 就直接把它申掉 我们最近也在想 可能在明年度的时候 我们会办理许多场的跨领域学分学成的说明会 跟全校的学生 等于这样做个广告 做一个宣传 让他们知道这些学成的开设 那他们可以针对他们的兴趣 休息这些课程 对于他们未来几年的修课规划 能够做一个更妥善的安排 跨领域人才看似在职场中炙手可热 学生修读跨领域学成 似乎也能够为自己的履历加分 但真实状况却不是如此 对我来说可能 就是升学跟求职 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间接的有相关 是因为我去修了那些以后 觉得这好像不是我以后想做的工作 并不是所有的跨领域 它在进入职场 都有绝对的效果 我认为它必须要是有相关 而且刚好是企业或组织 它要的人场 此外林淑慧也认为 学生需要自我学习 主动发掘资源 并思考跨领域专长该如何应用在职场上 才能够培养跨领域的实力 中正一报 洪子惠 曹根玉 中任大学报导 国立中正大学有许多来自马来西亚的乔生同学 而马来西亚的民族多元 烹饪方式也融合各族群特色 形成独一无二的马来西亚饮食文化 辣也是马来西亚饮食的一大特色 每到佳肴得配上专属的辣才对味 对马来西亚人而言 大马味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滋味 是辣椒与香料的香气 也是而是成长的记忆 马来西亚是一个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国家 其中以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为主要人口 也因为族群的多元性 让马来西亚拥有独特的饮食文化 我觉得饮食是最容易被他族所接受的 因为吃嘛 所以马来西亚之间其实都有一些的影响 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 然后就是各族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然后印度就是香料为主 马来人就是比较就是以辣椒为主 然后他很多料理都有就是放他 主要是吃甜的食物 然后华人就是闽南广东那一派的食物 马来西亚人普遍都爱吃辣 在任何料理中都不愿放过辣元素 混合多种香料的辣 更是创造出独有的香辣美食 当这辣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是否一样能受到大众的喜爱 对于辣这件事情 台湾消费者真的很能吃辣的也是有 但是真的是少数 但大多数人都是比较不太能吃辣 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三八 就必须得配合台湾消费者 去调整那个辣度 不同的辣酱配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三八就可能就是配炒福建面 海南鸡饭的辣酱又跟三八又不一样 对我来说台湾的辣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可能你吃得到辣味 但你闻不到那个味道 但马来西亚的辣的话是分很多种 有不同的层次 马来西亚的饮食习惯 和台湾有许多不同之处 对许多马来西亚人而言 台湾的饮食略选清淡 辣味上的差异也让他们难以适应 在台湾的话就是多数早餐要嘛是粥嘛 然后要不然就是像早餐店 跟马来西亚比较起来的话 马来西亚早上的话会吃 不一定是那么清淡的食物 有可能是比较偏咸辣 还有就马来西亚人多数来到台湾 有九成以上就是觉得 这里食物会融入那个竹笋在里面 多数马来西亚人都接受不到这个味道 台湾的食物可能比较多的是便当类 就像是可能他们比较多的是那种 鸡排饭或者是那种小火锅之类的 但在马来西亚很难见到小火锅 家乡味的意义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尽相同 但对马来西亚人而言 总会在成长的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大满味 可能就是多元文化的食物的那个冲击 这个就是我记忆的味道啊 这个都是记忆的味道啦 自己儿时记忆的味道 可能对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 可能就是辣吧 是一个和谐的味道我觉得 虽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大满味 但身在一个他乡的马来西亚人 都能透过这些味道 去找寻自己独有的家乡记忆 中正义报 陈兴佑 刘俊宏 嘉义报导 嘉义市林森果小于11月14日 新增了全市规模 最大的共融游戏场 尽管目前还没正式启用 多款游乐设施 以及无障碍环境设计 不只提供孩童们娱乐场所 也使身心障碍或有特殊需求的孩童 不需再担心遭到排挤 落实了环境友善 嘉义市林森果小在11月14日 新增了全市最新规模 最大的共融游戏场 里面有多种游乐设施 不只提供孩童们娱乐的场所 也增进了亲子关系 嘉义市林森果小呢 他本身有集中式的特教班 也有学前特教班 所以黄市长才会选择在这里 去办理最大的共融式游戏场 目前为了更符合孩童的使用需求 某些地方还需整修 因此尚未正式启用 但在主任及老师的监督下 孩童抢先体验了共融游戏场的设施 共融游戏场不光提供孩子们 比较不一样的游乐设施以外 它也可以从这些比较不一样的游乐设施里头 去做体能的训练 而不是反复的一直不断的从事 同样的动作让他觉得比较无聊 共融游戏场的设计 是为了满足所有孩童不同的游戏需求 其中包括能力或身心状况较不变的孩子 让他们也能拥有平等参与游戏场的机会 实现共融理念的尊重与包容精神 每一个孩子虽然天生的条件不一样 但是他在教育场域当中 应该享有所有全部均等的教育资源 有特别针对特教的特殊的孩子 或者身心障碍的学生 有做一些特别不同的设计 共融游戏场除了有因应需求的无障碍设计 游戏场内的火车造型溜滑梯 更是融合了在地文化 运用南洋冰片树原木作为材料 象征着嘉义木独的精神 共融游戏场的设置 使孩童不需再担心 因身心障碍或特殊需求而遭到排挤 无障碍环境的设计落实了环境友善 同时也让孩童们学会尊重与包容 中正一报 吕家珍 朱雅馨 嘉义市报道 一间位于嘉义市区的画室 因理念成长为一座大自然艺术基地 也在近期举办开幕派对 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参加 这座基地当先的推手刘玉良 长期致力于艺术教育推广 希望透过自然与创造力启发的方式 带领所有参与的小朋友 从生活中感受艺术的美好 艺术田艺术工作室 启动一系列大自然艺术基地计划 并于11月29号 在228纪念公园举办启动派对 让大朋友小朋友们 透过创作和游戏的方式 一同参与这场大自然的艺术盛会 画那些压克力的一些画画风景 很好玩 类似艺术节的那种感觉 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太注重于 课业或者是3C的产品 比较少去学艺术啊 去户外这种方式跟艺术结合 此次的艺术基地启动派对 规划多项活动 包含艺术家现地创作 定向乐野 乐团表演及舞者创作演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精选餐点 理念小摊及主题书展等各式丰富内容 我今天带来这个现代舞月光 它就是取自德布希的月光 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支舞 带来跟周边的小朋友们或是大人们 可以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我们讲艺术 有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很高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融入在生活里面 而这场户外艺术派对的幕后推手 正是艺术工作室的创办者刘玉良 早在2004年 他就在嘉义成立自己的画室 并于今年首度举办大型户外活动 实践心中对艺术基地的想象 艺术学校是一个以专业艺术为号召的一个学校 我们希望小朋友以后长大 不管要做什么样的行业身份 都是一个很有灵活创造力鬼点子的 他们什么都可以去做 然后但是做什么就要有那个领域 最有创造力的那个人 16年前跟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 大家愿意花时间 花资源 来让孩子进入一场用艺术的养分 去灌溉浇灌起来的一种处境 这次的活动尚只是艺术基地的正式启动 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可能 我想要做到八九十岁 我很有信心未来艺术这个对心灵精神成是很重要的一环 它会越来越被受重视 阿良老师的艺术教育之路将会永不停歇地持续下去 中正一报徐若珍 吴彩玲 嘉义士报导 随着萊猪即将开放 各界对萊猪议题的质疑也引发民众在食安上的疑虑 有一派学者认为来客多巴胺 也就是所谓的瘦肉精 对血管有严重危害 而此人心惶惶的结果 政府又如何透过法令及规范来保障人民的选择呢 你要政令宣导 说萊克多巴胺无害 美猪进来不会影响我们的产业 这个是宣传 政策宣传 美国的萊猪即将在明年一月开放进口 许多专家学者都表示担忧 虽然政府规定贩卖猪肉都必须标明产地 中正大学的学生也都以外事为主 他们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他不是说他们会标示 这是萊克多巴胺 那如果照样吃台湾猪就好 做百姓呢 我们当然会希望我们台湾可以用自己的东西 那毕竟那个问题这么多 萊猪指猪脂的饲料中含有萊克多巴胺 而政府一再声明 只要萊克多巴胺低于安全容许量 对人体就不会产生伤害 那么萊克多巴胺是什么呢 萊克多巴胺属于瘦肉精的一种 添加在猪脂的饲料中可以增加猪的瘦肉量 减少饲料使用成为降低成本 但同时使用萊克多巴胺的猪开始烦躁不安 心肌甚至宫肌同类 后续的研究发现猪脂出现脑部多巴胺增加 血清素浓度降低等症状 其中脑部多巴胺增加可能造成失觉失调症 血清素浓度降低则是符合忧郁症的症状 那么在吃萊猪时 少量但长期的吃到萊克多巴胺 会不会对人体产生相同的影响 目前没有研究可以否定 这个法定上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会 例行去鸡胎 所以在鸡胎的过程中 主要是它有用到猪肉的产品 我们就会直接会询问它这些资料 脑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就是看它的标示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当然会 负面它的来自的产品 就做相关的经验 目前主要是针对标示的这个部分 所以标示如果它不符合规定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 萊猪对人体的危害或许还没有定论 但不论如何中正大学的学生们 都应该有选择吃与不吃的权利 而这就不是仰赖政府的把关 如实表明肉品来源 才能让学生任心产地 购买优质的猪肉 记者林远威 陈又许 嘉义民雄报导 以上是本期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双十二活动快到了 提醒同学们理性购物 我是主播张军涵 中正一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